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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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解安哥 各位解安哥做三代理事 我变得很簡單 有記得啦 上禮拜啊 解安哥去台北啊 古旗啊來的啊 很晚了 大概十二點多 有一間麵攤 生意非常好 於是我去吃了看看 點了他的紅油炒手 真的是讓我去北部 我還會再想去吃一吃 他還有沒有記得 之前解安哥有做回寶貝條 很多網友的投稿說 問問是要怎麼做 我心裡想說 就一樣的東西 那沒關係 因為炒手這種東西 我覺得在很多的餐館 或小吃店裡面 他們都想要把它當成招牌 那我們今天用最簡單的方式 最方便的食材 來教你們做出超好吃的 自製紅油炒手 那節目開發之前 誰知道的YouTube按讚 對家賓獎哥 就開小鈴鐺 連視訊群簡單哥 記得按讚之中搶先看 啊去搜尋簡單哥 連視訊群簡單哥大家題 還有點入網址 加入簡單哥小家庭 裡面有任何的第一手資訊 給我截圖 好來這個角度啊 你如果第一點也說 要把你加一點油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先做一個出筋的動作 記得這個盡量讓冰的狀態去做 這樣衛生比較乾淨 那我們現在先做個出筋 打個加鹽巴 把這個拿下來 出筋的動作就是 毛細孔這個間隔變大 等一下我們要加我們的調味料 它比較吃得進去 然後給它有一點黏性 OK 齁整個很黏的 來我們的薑泥 來加入我們大概 約一磨一湯匙左右的醬油 來再加入我們的 豬油 豬油的筋你也叫那個 鍋子把你加得比較油的齁 來加白胡椒 來加一些許的 香油 來攪一攪 黏性他要加 加我們的蛋 好我們今天的比例啊 我們對大概半顆就好了 加一點蔥進去 來 整個小火之後 你要切成它 有一點黏性 可以成團 我們進行下一個步驟 就是爆 混沌 這叫混沌皮啊 第一菜市場要 就是有關字面的地方 做米收打 它就給它 混沌皮啊 這個包水餃 你還要去捏它的弧度 混沌就變了 醬料下去 用湖口的部分 好燙啊 來 比較燙下去 這樣就好了 來再一個 來一樣 胡火的地方 加一下 大力 好涼的 你可以其實全部都把它包完 然後放冰箱 好 我們拍攝的關係 我們就是先做給你們看 螢幕下我們再次包 好 來現在我們開火 讓它滾一下 我們先來灑我們的混沌 來 我們現在水滾啦 加點鹽巴 混沌 來 全部都放下去 先不要拌它 它定型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把它拌一下拌一下 現在要補起來 現在要好了 你看混沌要怎麼好 它補起來 然後它會有點 膨脹 它會純粹成這樣 撈起來 那就是我們的混沌就好了 OK 這時候關火 來我們把它來混沌 來 拿去旁邊的 炒到碗裡 我們的混沌部分完成 我們現在要來做我們的炒手的部分 我們把我們的蔥 放下去 來 把油放下去 來 蒜頭 來 一點蔥 還沒完成 開火喔 然後我們要做一個 稍微有點油淋的感覺 花椒粒放下去 來再加我們的辣油進去 給它滾起來 滾起來 來 開火 來 做個油淋 這次紅油炒手 要吃到冰箱 最後再加蟑螂 第一次 完成 前三個美麵試吃時間 我們要把它拌一下 哇 拌拌勒 我們直接來了 我們混沌 有些來他們做會把剛剛的那些 辣油 蒜頭 蔥啊 他們的鮮 就去炒和香一下 最好把它撈起來 那我們今天是用比較簡易的方式 這就是我喜歡吃草手的原因 辣油的香 它有加上的臭 超級混沌的感覺 那混沌啊 那我吃到一個是盤子 那混沌的盤子 不是要吃Q的 我要吃飽型飽型 打雞的面線 又非常的Q彈 加上剛剛油膩的那個辣油的香氣 超級簡單 你再加個也動手自己包 只要把上面黏著起來 不會掉出來就好 因為自己要吃的 不用很漂亮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一定會包這種東西 完成 他好吃 自製紅油炒手 完成